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的节目 湾区全媒体 我是陈永雄 我们的节目会关注大湾区 以及我们国家不同城市的消息 为大家送上最新最齐的资讯 无论你是冲于了解不同地方的特色 文化历史 还是想紧贴基建和政策的发展动向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为了迎接国庆 我们更加有特别环节 非凡城市 让你了解不同城市的发展故事 节目内容这么丰富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去到南北快闲 香港科大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 广州赛区决赛在南沙举行 本届冠军 由光学显微成像系统及技术服务项目奪得 该团队将进入全国总决赛各组百万奖金 广州赛于2016年落地南沙 为广州及南沙挖挖优秀的科创项目及团队 现今已逐渐成为推动大湾区青年创业文化的赛事 出去玩 想打卡影响榴莲 有时候遇到手机没电也挺无奈的 广州海珠区周投嘴公园引入了新科技 这几张墙凳上安装了太阳能板 能够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座椅上有两个无线充电的标志 下面还有两个USB接口 可以为小功率的设备充电 阳光越充足 充电速度就越快 珠海洪湾中心渔港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 接内地渔工出海的唯一指定港 渔船量非常大 为助力港澳流动渔船 顺利前往南海捕捞渔获 珠海边检总站 湾仔边检站 在充分做好疫情防空的同时 优化查验模式 加派警力靠前服务 预先掌握港澳流动渔船 渔民渔工进出港时间 行程 船上人员 以及以接内地渔工讯息核酸检测 疫苗接种等情况 採取一船一检 分批查验的疫情防控闭环管理措施 确保港澳流动渔船通关安全顺畅 近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打造了十条旅游精品线路 和五个微度假目的地 吴同山作为深圳第一高峰 成为了必打卡的生态悠闲目的地 吴同山作为深圳第一高峰 有住吴同烟云 和曼山无眠杜鹏的著名景观 度假区以吴同山作为中心点 连结到罗湖区一带众多景点 同时加上盐田区最美的S型海景公路 和盐田区天然生态氧巴 欣赏秘境的湿地公园 是享受大自然游闲时光的度假胜地 眼前的一只白虎BB名叫大利 是指马领动物园的白虎自然孕育生产的 有三个月大粒 大利属于白化曼达拉虎 是自然界分布区域最广的老虎亚种 为现全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老虎 全世界共有两百多只白虎 野生纯白虎目前已灭绝 世界上现存的纯白虎干为人工繁殖 因此这只小白虎非常珍贵 指马领动物园承担着中山全市的 野生动物救护工作 在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确定的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同时还被中山市科协指定为 生物多样性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浩瀚宇宙 璀璨星河 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好奇和向往 近日在梅州一场航天科技展 令大人和小朋友都大开眼界 航天火箭 欲吐号月球车 东方红一号卫星等各项航天模型 一一亮相 这些以往在电视或图书那里 可以看到的主角 现在一班小朋友就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 对了 火箭是怎样发射星空的呢 太空人又怎样可以在失重的太空中 保持平衡呢 丰富有趣的游戏活动 科学实验和VR体验 令小朋友在玩乐中感受 航天科技的魅力和乐趣 我是陈晗晴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 代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实施 立即和你去了解一下法规长城 新修订的条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 急救医疗指挥机构 一二零急救网络医院 区域急救医疗中心或救救站 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接收 又或者延误救治疑似传染病 需要特殊防护的患者 根据条例如果发生拒绝接收 或者延误救治患者的 急救医疗指挥机构 卫健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协调处理 对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理 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区域急救助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公共服务 我个人觉得这种措施是有助于保障我们公民 好事情来的 孕婦或者高血压或者中风 突然间这些事因为核心检查不过关 根本就医不了就不应该 不管他什么病 这个关键时候能够有得医疗保障医疗 条例总结了广州市在抗击疫情中 好的经验做法 完善社会急救医疗管理的制度设计 将全链条做好传染病急救救治工作 写入社会急救医疗地方立法中 避免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出现120急救不及时 医疗机构拒绝接收 或者延误救治患者等情况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将为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事业的稳步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同规范支撑 较早前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全面取消 澳门单排车进出配额限制 对珠海和澳门两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便利 长城是怎样 和市民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们立刻去到澳门看看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全面开放澳门非营运小客车 即是9座以及9座以下车辆出入合作区配额 取消当前1万个配额的总量限制 年满18周岁的澳门居民申请机动车出入横琴 延续每月发放500个配额 街总表示十分认同这个措施 可以鼓励更多澳门居民去到横琴生活和发展 又认为随主措施进一步放宽单牌车配额限制 特区政府应该尽快优化通关措施 有不少的居民他们在一些即假日 或者是上午下班高峰的时候 通过单牌车过横琴口岸 会比较的拥挤 比较的就是这种体验会相对比较差 因为会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排队的时间 那么随着这个配额的犯规 越来越多的居民申请单牌车 那么就会造成口岸的交通会更加的拥挤 有议员表示 现时横琴口岸通关车道只有七条 通关乘载量有限 认为随着横琴口岸第二期工程即将完成 有助舒缓两地通关车道压力 更加重要的是通关的便利 比如刚刚说到的 现在可能澳门出去横琴 澳门看完证 可能横琴查车 两个地方 未来可不可以做到一点呢 这个都是我们关注的 据我了解政策上 他们都有研究 未来是否开车过去都可以做到一点 但是暂时就应该还没有一些利好消息 但都希望这个工作是从前铺开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刘毅良认为 随着澳门人在横琴创业置业工作等 琴澳一体化落实 有必要放宽单排车的限制 有助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我们的单排车的增速是非常快的 车流量已经增速是去到230% 就是车的流量 其中单排车是佔了六成 如果二期工程按计划能够在今年年底下落成的话 或者年年初下落成的话 它的车道可以增速增加到30条 新的车道下落成以后 建成以后 将会取取一次採集 分别处置 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 那就会更加提升这个效率 至于澳车北上措施 他表示在两会期间曾提出 暂时都会以港珠澳大桥口岸 作为澳车北上的通关口岸 但现时 由于越方远件方面 仍需时间调整 同时有意见指 澳车北上要缴纳案金 以保证符合通行需求 他建议不需缴纳 又期望年内可以推行 下一站我们去到上海 长三角一网通伯 2019年5月正式上线 三年多以来 已推出138项长三角跨省通伯服务 截至目前 累计全程网伯超过540万件 这一天一早 由杭州赶来的患者杨女士 在瑞金医院眼科门诊就诊 令她欢喜的是 自费部分的费用 无需经第三方平台支付 而是通过惠民就医 专属医疗压告先行电付 同上海市医部参保市民 享受同城化的 无感支付体验 它会自动从你医保里面扣 扣完之后 你自费的部分 还继续从你这个 信用就医的额度里面去扣 它的每一笔交易 都有短信提醒 今年7月中旬 交通银行惠民就医 这场三国跨省通办功能 在一网通办平台上线 试运行 完成二地就医备案 来湖的苏捷碗参保人员 在试点医院就医时 通过随身版APP签约交行 惠民就医服务 便可支配5000元的信用额度 目前这一服务已在瑞金医院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等 40家三级医院试点上线 后面我们将会推出 针对于住院场景的 更高的这样的额度 包括线下购药等场景 长三国跨省通办服务 也都不断在这儿升级 在上海工作的魏先生 打算回老家无常买屋 只需要在线上开具 二地贷款矫存使用证明 就可以轻松办理 公积金贷款业务 以前的话需要就是说 我先到上海这边 在桂面办完 然后再带回武器去 到武器的桂面去 再进行两次受理 现在的时候我往上开除完 只要输入一次就可以了 长三国二地购房 提取公积金业务 去年上线至今 以累计提取超过1.6万笔 金额近24亿元 今年6月中旬 长三国一网通办平台 还上线了离退休职工 提取公积金服务 目前已办理49笔业务 成功提取近66万元 此次上线的城市工精中心 有19个 上海和浙江市全域接入 接下来争取逐步实现 长三角地区全覆盖 没多久之前 山东威海一名15岁的男孩 在海里游泳的时候 被暗流冲到100多米的位置 体力不知 情况危急 接到报警求助后 文警迅速到达 并成功将它救回岸边 原来当日文警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帮手 透过新闻片段可以看到 当时文警去拯救这个男孩 使用的是一个外形 好像浮板的设备 乘风破浪就去到男孩身边 最后将它安全带回岸 网友都叫它做救生机械人 其实早在2019年 南京水上公安就已经配备 这个好帮手 学名叫做智能U型救生圈 它主要是由我们的U型本体 加上我们后面的推动装置 再加上我们手动遥控装置 三部分组成 其中之后面是喷水推动 到达我们的露水者身边 然后我们露水者呢 这是露水者的双手 装住这个 大概是怎么样的在上面 就趴在上面 头就下巴 搭在这一块 把头扶在上面 扶稳就是放松呼吸 这时候我们岸上的人员 看到它扶稳了 那么我们就操控我们的疗控装备 把它带到岸边 这款智能救生圈置重约13公斤 续航时间30分钟左右 可以乘载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不要看它原理很简单 实际功能很多 因为我们长江那里 水纹比较复杂 水下的漩涡和暗灸比较多 那么有些船坡无法到达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立浪的时候 人员无法到达 它在人员无法到达的时候 或者这个水温比较 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 它既可以撕救我们的露水者 也可以保证我们民进自身的安全 耿警官表示 夏天时候预力的情况比较频繁 广大市民游客 除了不要去野外游泳之外 去江边散步和玩都要格外小心 如果不幸发生有人预力的情况 去帮忙的朋友 就记得要留意这些提示 保持冷静之后 头部往后仰 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 保持呼吸顺畅 然后手脚有频率地 在向下滑水等待救援 那么岸上的施救人员 这个非专业人员 还是不建议下水去进行施救 如果说岸上有一些救援设施 比如说我们藏竹缸 能找到我们救生绳 或者找到救生圈 还是希望使用我们一些救生装备 去进行施救 现在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好 公园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少城市公园都各具特色 洛阳的重庆方游园里面 就致养了不少的动物 而没多久之前 这里又增添了新的动物成员 重庆方游园内的绿化覆蓋率 达到80% 这里环境优美 梅花鹿家族在这里的生活 优灾优灾 他们身体强健 模式光亮 并且成功繁育了自己的后代 他们是今年夏天 刚出生的小梅花鹿 健康活活 精灵可爱 梅花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所有东方鲜兽的美誉 它的听觉 嗅觉神经 十分发达 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 适合生长在空气质量良好 水源安全洁净的林地 能在市区范围内繁衍生息 证明咱们洛阳的环境 空气质量和从政坊游园的小环境都很好 在鹿园 有客席安住治养园的指导下 为梅花鹿吃东西 展现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除了梅花鹿添了新丁之外 白天鹿也都生了六个BB 恐着家族也都有四位新成员 出生一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自己去觅食了 和父母的体态外形 也都越来越似养 又到了今天 斯帆城市特别报道的环节 我们一起去广西看看 张叔而女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宗教观 增进各族对祖国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我们一起去看看 广西民族博物馆讲解员里亚 作为宣讲队的一员 他和同事走基层 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广西故事 他表示他感受到自己是肩负重任 同时他也都继续策划研发 以驻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 研学精品课程 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里的收藏展示着广西十二个 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 不单是广西民族文化历史的展示平台 还是文化交流 宣传民族团结的重要阵地 在一年来广西民族博物馆 举办管内研学活动四十几场 入学校、社区、乡村、企业开展 线下教育活动六十几项 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广西故事 其中和古王短视频参与中宣部博物馆说活动 登陆央视同学习强国平台 入选中华民族传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 云传播优秀项目 举办广西民族博物馆 《驻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览 《家和万事兴》 《广西家庭家教家封主题展》等展览 将民族团结元素融入其中 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打卡参观 了解广西各个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的生动故事 在学校好好学习 然后关爱身边的少数民族同学 互帮互助争取在校园院共同进步 然后为以后的建设出一份力 带他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本土的这种民族文化 然后他们在这样的一些就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 能够体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能够更提升民族自信 然后以后更能够认真地学习 努力地进步 更好地去建设我们的家乡 在美丽和谐稳定的藏乡首府南宁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其中少数民族常住人口超过450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57.8% 南宁市紧紧围绕 《驻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的主线 积极创建驻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坚持不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 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守望相助和谐家园 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全市呈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 石楼花开美雍城的暂新面貌 二桥西社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社区 生活着汉、藏、瑶等11个民族民众 我们邻里之间关系非常好 隔壁家有谁 我们基本上都能懂得他们都很融洽 我们这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 这个社区围绕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工作目标要求 大力推行逢四说事民主协商工作机制 每逢四、十四、二十四或者周四 定期组织各族群众各界代表共商 关乎群众利益的新边市 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形成社区事务大家平 社区管理大家以 社区决策大家定的民主协商氛围 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截至目前 通过逢四说事 社区收集各族群众社情民意七百多条 解决并反规问题176个 为及各族群众二千多人次 通过大家共同商议的形式来 大家找出一个最终的认可协商 出来一个方案 再把它公布于我们的辖区居民 得到广大居民的认可 促进这个社区的一个民族团结 现在民族团结是 南宁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石 是南宁各族儿女的生命线 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 南宁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在脱贫路上 一个民族也没有小到 南宁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不断书写新篇章 本领在全区建设驻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中 走到最前 尿坎神州精彩在线 近年来白色市灵魂院实施一核一带三片区 试水纷纷 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 对灵魂院城市下甲镇 到灵站姚族乡 浩昆湖景区 沿河及两岸村庄 田园等进行美化 绿化 建设特色民族村庄 令试水沿河两岸乡村 赞放出纷纷二彩 来到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如丝如画的田园景色 今集湾区全媒体也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